在上星期的 Apple 發佈會中 個個都好像只會看著幾部新 iPhone 但其實今個星期還有最新的 Apple Watch 第三代和大家見面 新錶外形上沒有什麼變動 但裡面就全面升級 換上最新的處理器和無線晶片 當然新錶亦都預載了最新的 Watch OS 4 一開錶就有新的介面出現 難道只放一部 iPhone 在旁邊就已經可以自動配對? 原來我只是想多了 配對過程和之前大致相約 但速度就快了很多 Apple Watch 來到第三代 外形跟舊的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要介紹它的速度快了很多 究竟是否真的快了那麼多 當然要試試才知道 相信都不用我多說了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有幾大分別 之前很多用家都說 Apple Watch 開 Apps 太慢 相信今次你們都會滿意 而新處理器亦都令到今代 Apple Watch 的 Siri 終於可以跟 iPhone 一樣懂得發聲 反應還好像幾快 What time is it now? The time is 2.44pm How can I go to the Apple Store in Cosway Bay? Which Apple Store? 請問現在多少點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暫時還未支援到廣東話 新錶面亦都挺吸引 像這個這麼漂亮的萬花筒 以及實用的Siri錶面 但說到最吸引 當然就是這個 Toy Story 的錶面 除了可以選擇胡迪、巴斯、翠絲之外 還可以選擇玩具箱 之後就會每次都出現不同的人物和動畫 本色還非常多 內置的體能訓練 App 亦有新設計 有更多的運動選項 設定亦更簡單快捷 還可以更方便地操作音樂播放和其他功能 而說到體能訓練 新錶其實還加入了氣壓高度計 這樣就可以更加準確地計算卡路里的消耗 喜歡行山、跑山的人就適合了 剛才跟大家實試過都見到 新錶開 App 的時候 的確比舊錶爽快很多 不過我想大家更加期待 都是這裡 有顆紅點的內置 SIM 卡版 Apple Watch 不過香港就不知幾時才出 如果想買可能真的要等多一會 最後一提的就是又有新錶帶出 今次就用了魔術貼的設計 配戴也挺方便的